到底有誰會求婚兩次啊 沒有的事情會什麼 沒有兩次還是沒有求婚 不是 就是他裡面什麼也鬧翻啊 什麼感情不好啊 什麼東西 就覺得哇 那到底你罵我X的還是什麼 不算是我罵的啊 因為我喝醉啊 所以現在感情怎麼樣 很穩定啊 那你真的會對婚姻恐懼 不會啊 我沒有 誰說我會對婚姻 對啊 我沒有啊 我已經就 我還沒有結婚的話 我當然都會是有上演的啊 但是你是神情無恨 但他確實也沒結婚的婚 沒有啊 是我身旁正妹啊 對 我們要當事人來講好不好 他算是蠻久的 對 因為又要演 就是所謂 大家喜歡看到我的女常人的時候 我就有一點點覺得 就是這個挑戰的 是在哪裡 所以我跟他討論了一下 但他有跟我提示了 就是我第一次的動作 我們今天才剛認識 反正以後也不會見面了 你覺得這樣很好嗎 應該有些事 面對越親密的人 就越說不出口 那我們接下來該怎麼辦 改天帶還是要面對我 愛情應該就是頭腦裡面的一場風暴這樣 愛情應該就是頭腦裡面的一場風暴這樣 老公好棒喔 你先走了 不管這個世界有多殘忍 就算在黑暗中 只要我們朝著前方 就一定會有一道光 指引著方向 謝謝大家收看 祝您晚安 我是羅興蘭 再會 那就是 就很開心 就你有沒有公開的 還是低調 他很善良的孝順 我覺得很重要 你到底有沒有被求婚兩次 到底有誰會求婚兩次啊 因為我其實沒有看這個報道 我一直聽別人講說 喔這報道大概寫什麼寫什麼 然後我就覺得好好笑 沒有的事情 為什麼 沒有兩次還是沒有 就是他裡面什麼也鬧翻啊 什麼事情不好啊 什麼東西 我就覺得哇 這到底你罵我媽的 我媽的啊 因為我喝醉啊 然後有在我家 反正就是 就是 稍微有起點像珍奇這樣 我只是應該要按自由 所以現在感情怎麼樣 很穩定啊 那你真的會對婚姻恐懼嗎 不會啊 我沒有 誰說我會對婚姻恐懼 對啊 我沒有啊 我沒有啊 我依舊 我還沒有結婚的話 我當然就婚姻恐懼 趕緊去寫情 但他確實也沒有求婚對不對 沒有啊 我自然不prising 也算你這個衣服 有沒有什麼 我真的不批評 你一定是 最新型的衣服 真的衣服